大家好,这里是看着说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关于蛋白质的优劣问题 在以前的视频之中 我们给大家讲述过关于蛋白质的作用 希望大家能够得到想要的知识 今天我们来谈谈 作为健身运动者 使用哪些蛋白质的效果最好 蛋白质是由氨基酸构成的 所以像碳水化物进入身体会分解为糖分一样 蛋白质进入到身体会分解为氨基酸 让身体吸收 21种不同的氨基酸构成了很多类型的蛋白质 其中9种为必需氨基酸 8种为条件必需氨基酸 4种为非必需氨基酸 必需氨基酸就是我们身体无法自我合成 或合成的数量不能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 必须从外界补充才可以得到的氨基酸 条件必需氨基酸就是基本上自身合成 可以满足自我的需求 但在合成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限制 非必需氨基酸就是可以在体内以足够的数量合成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必需氨基酸是最重要的 其他两种氨基酸的作用相应地减 根据氨基酸的含量 我们可以分为完全蛋白 也就是优质蛋白 半完全蛋白 也就是一般蛋白 不完全蛋白 也就是劣质蛋白三种 完全蛋白富含人体必需氨基酸 主要存在于动物性食物 半完全蛋白含条件必需氨基酸 但氨基酸的数量不足 不完全蛋白 就是缺失某些人体必需氨基酸的蛋白质 主要来自于植物性的食物 如果你食用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 那么可以简单地认为 你食用的蛋白质是好的蛋白质 这样简单地认为是不是正确的呢 其实不是 氨基酸的种类好 但是是否被身体很好的利用 还要看这些氨基酸是何种组合形式 那些身体不喜欢的氨基酸组合形式的蛋白质 会增加你消化和吸收时候的困难 因此蛋白质算是最不容易让身体消化利用的营养素了 判断一种蛋白质的好坏 有很多的方法 一些人喜欢使用蛋白质消化校正氨基酸评分 也就是PDCAAS 这是一种基于人类对氨基酸的需求 及其消化能力来评估蛋白质质量的方法 但是我个人更加建议你使用蛋白质生物学价值 这个标准进行衡量 也就是生物价的评分标准 因为生物价包含了蛋白质被身体利用的程度 而不是只反映了这种蛋白质氨基酸组合的情况 被身体利用的情况 才是你的身体真正得到多少蛋白质的体现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蛋白质生物价的表格 乳清蛋白107 淡蛋白94 乳蛋白90 鱼蛋白83 肉蛋白75 大豆蛋白60 可见动物蛋白的生物价较高 这也非常容易理解 毕竟我们的身体和动物的身体构成比较相似 但是植物蛋白的生物价普遍较低 尤其我要谈一下大豆蛋白 在很多研究报告里显示 大豆蛋白含有丰富的必需氨基酸 而且含有的数量也比较高 但是大豆蛋白氨基酸组合的方式会造成 我们食用以后消化和吸收会遇到问题 大豆含有7种以上的蛋白质抑制剂 蛋白质抑制剂的作用不但会阻碍大豆蛋白的吸收 而且还会阻碍和大豆一起食用的食物 蛋白质的吸收 例如你吃的是黄豆炖牛肉 那么不但大豆的蛋白质你不容易吸收 而且牛肉里面的蛋白质也会受到大豆蛋白质抑制剂的影响 变得不好吸收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在食用大豆以后会打嗝放屁的原因了 这都是一种消化不良的表现 植物蛋白都含有蛋白质抑制剂 因此植物蛋白对于运动和健身者而言 是一种应该躲避的蛋白质 记得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中国想通过让运动员补充植物蛋白 也就是大豆蛋白来代替动物蛋白 提升运动成绩 同时还可以节约成本 但结果运动成绩普遍下降的情况了 因此避免食用不容易消化和利用的植物蛋白 这个非常重要 好 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话题 蛋白质由氨基酸组成 氨基酸可以分为必须氨基酸 条件必须氨基酸和非必须氨基酸 这是根据身体对氨基酸的需求而划分的 健身者应该注意补充 必须氨基酸含量高的蛋白质食物 蛋白质的好坏由氨基酸组合的方式来划分 而并不是只看含有哪些氨基酸 通常我们会使用蛋白质生物价这个标准进行衡量 动物蛋白的生物价更高 就代表动物蛋白被人体消化吸收利用的效果更好 植物蛋白生物价低 所以想通过增加蛋白质来促进人体生长恢复的运动人群 应该使用以动物蛋白为主的优质蛋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